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为深爱着女儿的父亲 对女儿会有什么罪熟呢 住在新店的吴明聪先生 七年前他的女儿因为医疗致死 从此他就陷在一种自怨自责的痛苦深渊里 你上次那个小孩的官司呢 那个后来结果怎么样 我不知道 为了这场医疗秋分 吴明聪到法院上诉 但好几次都没有什么对女儿有利的结果 来到吴明聪的家 一进门的墙上 还是挂着那张他严正抗议台大医院过世杀人 要讨回公道的海报 这张照片是你什么时候拍的 几岁的时候 82年 82年的时候 你那时候几岁 七年为了这个事情 对啊 你看你现在 胡子都长得这个样子 没有 对比一下 七年来 吴明聪为了女儿 买了六把全书回来研读 甚至收集所有资料 打算将来这场官司要告到联合国 这一切执着都是因为他曾经在女儿面前 发过誓要讨回公道啊 吴明聪甚至开始自己写状纸 但是这次他把状纸烧给阎王爷 他说他要告阎状 我就是写状纸烧给阎王爷 那就是把我小孩子从三十三那开完 大大死亡的一切经过清晰的话 谁给状纸烧给阎王爷知道 马上说是仰述 仰述就是他爱你无君的父亲 就是为了替我爱你无君 因为是爱你无君 要讨回公道 因为王爷就是世界上经理我 有这个神谷的话 你一定可以为他先天麻烦你 就是为了我女孩子讨回公道 吴明聪每天都到第二殡仪馆 在女儿遗体的兵贵前写状纸 但够阴状也和法院的官司一样 石沉大海 秒无回应 吴明聪带着恨意的说 女儿 爸爸下次见你就在地府里吧 你是不是觉得女儿死不迷惑 她真的死不迷惑 到现在她死亡之后 她眼睛真的很大 眼睛真的很大 我在怎么用手 郭君她死不迷惑 她眼睛属不迷惑 她真的很大 我用手都没有用 没有办法我太太在怎么用手 放在车上也就没有办法 我们死不迷惑 女儿死不迷惑 女儿死不迷惑 她死了是土这样 是土这样 她眼睛真的很大 那我就我和她就跟她讲 我就问 你如果死不迷惑 你被台带宴章就害死了 我把她拼得生命最后 我一定会畏惑公道 你爱自己的气吧 然后你爱自己的 一手一口家 就是土上人 哦 这样子啊 一个女儿的奏势 就为一个家庭 带来了一生的不堪吗 吴明松这样的执着 在地府的女儿看了 是不是也会为爸爸感到舍不得啊 好 看完了这个高阴桩 我们来请教老师一下 这个阴桩的桩子到哪里去哪儿 高阴桩很多人说他自己写就可以 其实他有一定的程式 那么新庄的大众也没有有帮人家做 我今天有联络呢 实际上他不太随便给人的 所以我也不能代替他们帮你们写一张 高阴桩的桩子是如何写法 来这个节目中献保 所以很抱歉 那么呢 通常一般人 就是说告阴桩的话呢 就是说下阴府去告 那么呢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有它的功能在吗 很多人会很存疑 但是我认为呢 这个冤家遗体不遗体 那我不建议说 如果到法院去告状呢 就希望说用情理法的方式来解决事情呢 何况是高阴桩呢 那我不认为说高阴桩绝对有效果 桩子一定是他们代行 那叫做自己写的吗 没有人代行 但是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实际的效果就是 我想新庄大众爷庙应该会有帮人做 因为我有查证过 只有这一间庙里 那其他的至于说中南部的庙 我就不知道 台北的话 在新庄绝对可以找得到 对 我们今天听完会会里面 访问的这位男主角 我也是觉得说他太执着了 因为他如果把这些事情都放下 他完全交给法院处理 他如果可以去过他自己的生活 就不必一直陷在那个 就是一直钻牛角尖一直陷在里面 到目前为止 都还有处理他女儿的遗体 所以我也是希望说 在此能够劝他一下 能够好好的处理一下 不要再 不要再继续伤心啊 所以下去了 所以我老师讲的那个话很有道理 可以关心是可以改 尽量不要劫 越劫越劫 你这代备到后台后来 还要嫁到当时为止 其实把他划他的冠灵最重要的 划解他的冤灵是最重要的 因为冤灵基本上来讲的话 能够修成正果 谢谢我们所有的来宾 参与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要谢谢观众朋友你们的支持 让我们的这个节目越来越受肯定 下周鬼话年篇我们再会 谢谢你们 再见 欢迎订阅